2022悉尼南华博览会 于春暖花开的时节 在圣埃夫斯展览园举办 圣埃夫斯展览园 是悉尼北部最大的一个 休闲娱乐和举办展销会的综合场所 圣埃夫斯兰花博览会 始于2000年8月 由库林盖等四个著名的兰花协会 共同发起 之后一年一度的圣埃夫斯兰博会 逐渐成为悉尼首屈一指的兰花盛会 2022南博会的开展时间是 8月19日至21日 每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入园费成人8澳元 团体优惠 15岁及以下儿童免费 园内有免费的停车场和轮椅通道 本届南博会有20多个兰花协会和兰花展销商参展 本届南博会分为展览和销售两个部分 在上期视频中 对兰花展览已做了介绍 在这期视频中 雷伯将与大家一道去看看兰花的展销情况 兰花展销活动被安排在道格拉斯皮克林展览馆 该展馆所展示的兰花既可供观赏 又能让人们选购自己所喜爱的兰花品种 因而吸引了不少的兰花粉丝和参观者 下午来到兰花销售馆 油的展销味已销售一空 虽然三三来吃 但仍然还有不少的兰花代售 兰粉和观众依然兴趣昂然 一般的兰花品种比较便宜 单租的价位在100澳元以下 花珠较大 并且造型焦好的兰花 比较贵 每株的价位大多在100澳元以上 有的可高达几百澳元 小小小小的伙子 装水 银和酸 一样的糊涂 都好 再加虾 bene 8小小的顺便 3小小小的草 均一样的草 比较多得稍到 10小的草 一些特殊的南华品种的价位一般也比较高 兜兰大多在一百澳元以上 小小的兜兰花苗也要数十澳元一株 这是微型兰花 彩叶兰花 石豆兰 这种兰花容易生长 无需在时温条件下种植 雪叶兰 兰花花苗的销售比较快 单租的价格在十澳元左右 除了兰花 还可见到石壶类展销品种 寄生在枯木 沿土上的石壶 吊栏等观赏植物 石壶不仅具有观赏价值 而且还可用作医药 一般的石壶价位 在数十澳元不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兰花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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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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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